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说在临安城附近,有一个四面环山的小镇子 名叫环山镇,此地的人大多都以打猎为生 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叫做刘铁柱的男子 可是刘铁柱并不是因为捕猎技术高超而出名的 倒也不是说刘铁柱的捕猎手艺不高 而是因为刘铁柱和其他人截然不同 刘铁柱在打猎的时候 有三不打,不打怀有身孕的动物 不打老幼,不打受了伤的动物 可即便是这样,刘铁柱打到的猎物还是在众多猎人之中 排行前列的,让人们全都惊叹不已 这天晚上,刘铁柱打猎回来的时候 却碰到了一只老虎 这可把刘铁柱给吓坏了 要知道,哪怕来两个刘铁柱都不是这只老虎的对手 于是刘铁柱连忙撒腿就跑 可是刘铁柱怎么能跑得过这只老虎呢 眼看着就要被老虎给追上了 刘铁柱突然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当时刘铁柱的心都挖凉挖凉的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虎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一下子从刘铁柱的头上飞了过去 刘铁柱立马坐起了身子 换了一个方向又继续跑 可是却发现老虎并没有追着自己 刘铁柱心生好奇 便转头看老虎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追自己了 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老虎竟然掉进了一个猎人的陷阱之中 刘铁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这陷阱之后 发现这陷阱挖得并不深 不光是这样 而且这陷阱底部并没有木刺之类的东西 再说那只老虎正在疯狂地抱着旁边的土 想要把土垫在自己的脚底下 然后跳出去 刘铁柱看到之后害怕极了 转身便离开了此地 朝着家中跑去了 对于刘铁柱来说 今天晚上可谓是惊险万分 如果不是那个陷阱的话 自己或许就回不来了 快下山的时候 刘铁柱又听到了稀稀锁锁的声音 刘铁柱心中想着 这肯定不是一些猛兽之类的 应该是一只小动物 要是能把它捉回家去的话 自己今天也不算空手而归 于是刘铁柱忍不住心中的好奇心 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走了过去 剥开草丛一看 刘铁柱发现 有一只受了伤的野兔 全身雪白 看起来可爱极了 可是此时这只野兔 浑身上下不停地抽搐着 回去睡觉去了 后腿有一根长长的木刺穿了过去 刘铁柱看到这只野兔这个样子 觉得于心不忍 便把这只野兔带回了家中 先是拔掉了野兔腿上的木刺 然后又用家中的金创药 给这只野兔 好好地包扎了一下伤口 看着这只野兔浑身雪白的样子 刘铁柱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小白 就这样 小白在刘铁柱家中待了半年之久 虽说他腿上的伤早早就好了 而且刘铁柱也不止一次地 想要把小白放回山林中去 因为刘铁柱知道山林才是小白的家 可是刘铁柱每次把它送回去 不到一个时辰 刘铁柱便会看到小白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看到这个情况 刘铁柱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感叹着说道 小白呀 小白 看来你是喜欢上我这里了 那你就在这里住着吧 你开心就好了 说完之后 便让小白回到了自己的屋中 这天 天气特别炎热 刘铁柱便在家中没有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 刘铁柱突然听见自家的门被敲响了 他连忙坐起身子 朝着门口走了过去 打开门一看 原来是环山镇上的王媒婆 只见王媒婆来到了刘铁柱的家中 对刘铁柱说道 铁柱呀 之前有一个姑娘说 她想嫁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的汉子 想要托我给她说个合适的男子成亲 我便想到了你 你在咱们环山镇中 那可是一个好小伙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和那姑娘见上一面 看她是怎么说的 刘铁柱听完之后对王媒婆说道 王婶子 谢谢您还记得我 明天您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带着我先去看看吧 要是我对这姑娘感兴趣的话 到那个时候 好处费是少不了您的 王媒婆听完之后拍了拍刘铁柱 对刘铁柱说道 还是你这小伙懂事 行吧 明天我带你一起去看看 说完之后 王媒婆便离开了刘铁柱的家中 而现在的刘铁柱一想到自己 马上就要成亲了 高兴得合不拢嘴 去镇子上买了几瓶好酒 喝了起来 当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 嘴中喃喃说道 我终于也要成亲了 可是刘铁柱万万没看到的事 小白却死死地盯着刘铁柱 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刘铁柱便起了床 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便往王媒婆家中走 在王媒婆的带领之下 刘铁柱见到了 王媒婆介绍的那位女子 这女子名叫秀兰 虽说长得不算特别的漂亮 但举止温文尔雅 说话落落大方 让人一看就感觉特别的喜欢 刘铁柱也不例外 她觉得自己已经喜欢上秀兰了 想要把秀兰娶回家中 当自己的妻子 而秀兰也对刘铁柱有所好感 毕竟刘铁柱长得人高马大 捕猎手艺又高 人品在环山镇也是出了名的好 于是点头答应了刘铁柱和刘铁柱在一起 王媒婆看到这个场景 高兴得何不拢嘴 便手持竹扇朝着外面走去了 给二人一些相互了解的时间 可仅仅过了半炷香时间 王媒婆回来的时候 却看到二人已经离去了 王媒婆心生好奇 难道这就聊完了 于是王媒婆风风火火地 跑到了刘铁柱家中 询问刘铁柱到底是怎么情况 刘铁柱此时拉着一张脸 怒气冲冲地 对王媒婆说道 你给我介绍的是什么女子 本来前面都说得好好的 可是我一提到我们家中还有小白 她就完全接受不了 我就想不通了 不就是养一只野兔吗 侵犯到她什么利益了吗 王媒婆本来就是一个人精 听到这里的时候 心中已经明白了一个 大概就是刘铁柱想要养只白兔 秀兰不让 刘铁柱感觉生气便回来了 要知道 在环山镇中 家中养小动物的人数不胜数 秀兰不让刘铁柱养小白 刘铁柱哪里能接受得了 自然拂秀而去 王媒婆也觉得秀兰做得太过分了 于是便对刘铁柱说道 这确实是秀兰的错 我明天早上便去找她问个清楚 今天天色有些晚了 我先回去了 刘铁柱看着王媒婆离去的背影 又看了看小白 上前摸了摸小白 口中喃喃说道 如果她不愿意接受你的话 我肯定不会和她在一起的 小白用力地点了点头 眼中流出了两行热泪 这可把刘铁柱给看呆了 刘铁柱连忙走到了小白跟前 对小白说道 小白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哭了 小白也装作了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转身回到角落里面睡觉去了 刘铁柱看后 摇了摇头 对小白也无可奈何 第二天 王媒婆领着秀兰来到了刘铁柱家中 进门之后的第一句话 秀兰就对刘铁柱说道 昨天都是我的不对 今天我见到小白之后 我也觉得特别的可爱 我愿意和你一起养小白长大 我们在一起吧 随后 秀兰就直接抱住了刘铁柱 刘铁柱万万没想到 秀兰这么直接 同时 她也感受到了秀兰对自己的喜欢 随后也抱住了秀兰 在媒婆和双方父母的主持之下 二人把成亲的日子定到了半年之后 自从定亲之后 秀兰来到刘铁柱家中的次数越来越多 刘铁柱自然特别高兴 可刘铁柱感到奇怪的是 秀兰每次来到家中的时候 小白就会生一次病 不光是这样 偶尔还会呕吐腹泻 这让刘铁柱奇怪不已 难道是秀兰把小白给害了 刚开始的时候 刘铁柱根本不相信这件事 她实在是想不通 秀兰一个娇滴滴的女子 为什么会对小白这么可爱的 一只小白兔下手 可是到后来 随着小白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刘铁柱不由地心生怀疑 于是秀兰每次来到家中的时候 刘铁柱都会格外注意 秀兰的一举一动 看看是不是秀兰对小白吓得毒手 不看不要紧 一看吓一跳 刘铁柱发现每次秀兰 给小白围吃的时候 都会用手搓一搓右手边的香囊 而且刘铁柱发现 秀兰每次来的时候 带的都是那个香囊 这让刘铁柱感觉到特别的奇怪 难道是那个香囊有什么问题吗 带着一货 刘铁柱便问秀兰 那只香囊的来历 秀兰听了之后 当时脸色大变 随即便恢复了往日淡然的神色 微笑着对刘铁柱说道 这只香囊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刘铁柱听到秀兰这么说 不由地气不打意出来 怒气冲冲地指着那只锦囊 对秀兰说道 这只香囊分明是一只新的香囊 你之前给我说你母亲都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你如此骗我 究竟想要干什么 秀兰听到此话之后 立刻装作了一副无辜的样子 对刘铁柱说道 铁柱 我没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刘铁柱听完之后 怒气冲冲地说道 既然你不老实交代的话 那就让我把你的罪行列出来吧 你每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身上都会带着同一只香囊 每次给小白喂食之前 都会用你的手碰一碰那只香囊 你可知道 每次你走了之后 小白便会上吐下泻 好几天都不舒服 你如果还想狡辩的话 你用手摸一摸香囊 再舔一下手 我就相信你的话 秀兰听后脸色大变 知道此事瞒不住了 便对刘铁柱阴狠地说道 我最不喜欢 就是家中养些小动物之类的 我曾经让你不要养了 结果你居然连我都不要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弄死小白 我看到时候你能拿我怎么办 刘铁柱听到这里的时候 没有说什么 他的一口气走出了屋中 向父母秉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且向父母发誓 如果父母不去退亲的话 那他自己将终身不娶 刘铁柱的父母听到此话之后 脸色大变 连忙对刘铁柱说道 孩儿 你可不要这么想不通 既然他人品不好的话 那我们把他退了就行了 你可不要随便拿你的终身大事 做赌注呀 就这样 刘铁柱和秀兰 便不欢而散了 自从经过此事之后 刘铁柱对成亲一事 也就不再那么感兴趣 只想好好地陪着小白 有一天晚上 刘铁柱醒来之后 却发现没看到小白 刚开始的时候 刘铁柱以为是小白自己跑出去玩 晚上就会回来的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直到晚上的时候 小白还没有回到家中 这可把刘铁柱给着急坏了 他连忙举着火把四处寻找小白 可是刘铁柱用了整整一个时辰的时间 把环山镇里的角角落落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找到小白 刘铁柱顿时觉得有些崩溃 要知道 小白在平日里的生活中 给刘铁柱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欢乐 如果小白没了 刘铁柱实在想不来 自己应该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 刘铁柱手中的火把突然灭了 刘铁柱连忙跑回家中 打算再做一个火把出来 到山上去找找小白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由于刘铁柱太过劳累 在做火把的时候居然睡着了 等到刘铁柱再醒过来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居然躺在了床上 不光是这样 旁边还有一个异常漂亮的女子 在照顾自己 刘铁柱心生好奇 便对女子说道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我家中的 为何会来照顾我 我们之前有什么渊源吗 女子听了之后 对刘铁柱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刘铁柱看到女子不说话 便又对女子说道 你再不说的话 我就让我父母把你撵出去了 女子听了轻轻地 用自己的一根手指 抵在了刘铁柱的嘴唇上 对刘铁柱说道 我叫白雪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曾经救我一命 我决定要对你以身相许 有什么错吗 刘铁柱仔仔细细地 思考了自己这十几年来 从来没见过白雪 又怎么可能会救过她呢 于是刘铁柱 便对白雪说道 我确定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也不知道 我身上到底能有什么地方 吸引着你 不管你有什么企图 我也不报官了 还请你速速离开吧 说完之后 刘铁柱便推着白雪 打算把白雪推出门去 就在这个时候 白雪突然跪在地上 对刘铁柱说道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就是小白 之前我看到你为了我 居然和秀兰不成亲 我特别地感动 所以我舍去了此生的修为 化为人形 希望可以伴你一生 刘铁柱哪里会相信白雪的话 当即便对白雪说道 你不会是把我们家小白给吃了吧 要是这样的话 我立刻就拉你去见官 我要让你看看官府的酷刑 到底有多厉害 说完之后 刘铁柱便拉着白雪往外走 打算拉着白雪见官 白雪看到这个情况 彻底地慌了神了 连忙对刘铁柱表述了自己小的时候 还在刘铁柱的怀中 除此之外 还对刘铁柱讲了一些 只有刘铁柱和小白两个人才能知道的事情 刘铁柱听到这里的时候 完全愣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 面前这位叫做白雪的女子 竟然能知道他和小白的过去 于是刘铁柱慌忙地朝着平时小白睡觉的地方 看了过去 结果发现小白还没有回来 心里就想着 难不成面前这位叫做白雪的女子 真的是小白变得 这可把刘铁柱给高兴坏了 要知道这样的话 小白就能和刘铁柱过一辈子了 刘铁柱当即高兴地乐开了花 连忙拉着白雪到父母的跟前 对父母说道 爹 娘 我想和白雪成亲 还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刘铁柱的父母现在还不知道 白雪就是以前的那只小白 他们就看到 这女子长得特别的漂亮 而且知书达理 落落大方 如果便想着 如果能够嫁给自己的儿子 那可真是自己儿子的福气 又有什么不同意的呢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 刘铁柱和白雪的亲事 就这样 刘铁柱和白雪 在半个月之后便成亲了 成亲的当天晚上 刘铁柱对白雪说道 娘子 你知道吗 当我得知你为了和我在一起 舍弃了一身修为的时候 我感动坏了 所以我决定 今生地要好好地和你在一起 永远不能辜负你 不能让你受半点委屈 白雪红着脸点了点头 对刘铁柱说道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我都会和你站在一起 对你不离不弃的 就这样 白雪抱住了刘铁柱 随后 二人便休息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 二人举案其眉 相敬如宾 从来没有红过脸 吵过架 众人都说 这可真是郎才女貌的一对 可是好景不长 过了半年时间之后 刘铁柱就发现自己面黄肌瘦 与此同时 刘铁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便不由得有些好奇 自己每天吃的都是娘子亲手做的 每天都吃得饱饱的 睡觉也睡得挺早的 生活还是像之前一样规律 可为什么会感觉到越来越累呢 于是在私底下 刘铁柱找了不少郎中 来为自己看过 可是郎中都是白白手 表示刘铁柱的身体并无大碍 其中有一个郎中对刘铁柱说道 铁柱 你的身体并无大碍 可就是你的精气神 一直特别的差 说句七师灭祖的话 你可以去道观上看看 问问道长 你这是怎么了 说不定呢 有不干净的东西缠到你身上了 说完之后 郎中朝着地上脆了两口 转身便离去了 要知道 这郎中平日之中 和刘铁柱的关系非常好 他今日能说出掏心窝子的话 也是特别真诚了 于是刘铁柱 就去道了附近最有名的清风馆上 寻求清风道长的帮助 清风道长看了看刘铁柱的面相 又看了看刘铁柱的首相 对刘铁柱说道 根据我的判断 你身边应该有意 只要一直陪伴在你左右 这才使得你的精气神越来越差 如果方便的话 让我跟你回家去 倘若他对你没有恶意 我会想办法除掉他身上的妖气 让他能够不影响到你 和你在一起 若是他对你有恶意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刘铁柱听了 连忙摆了摆手 对清风道长说道 他肯定对我没有恶意 我也知道他是谁 您只需要告诉我 应该怎么解决此事就行了 你要多少报酬 我都会给您拿出来的 谢谢您了 清风道长听了 脸色大变 对刘铁柱说道 你莫不是被那妖物给迷了眼了 看来我此次必须要下山 陪你走一趟了 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他的 刘铁柱听了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能带着清风道长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不管怎么说 刘铁柱知道 白雪肯定对自己 没有丝毫的恶意 再说清风道长跟着刘铁柱 来到刘铁柱家中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白雪正在洗衣服 微微地点了点头 走进白雪 对白雪说道 我看你对刘铁柱并没有恶意 想和他一辈子在一起 现在有两条路摆在你面前 一条路是你现在回到山林之中 重新修炼 因为你化形不久 我相信你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就会修炼到原来的修为 另一条路 就是你听我的安排 扶下这颗药丸 把你身上的妖气给消除了 只不过有一个弊端 你的容颜会随着时间 慢慢地变老 你看你愿意吗 白雪犹豫片刻之后 对清风道长说道 我选择第二条路 不管怎么说 我要陪着铁柱一起生活 容颜不过就是皮像罢了 道长 您把药丸给我吧 我要陪在刘铁柱身边 清风道长点了点头 递给了白雪一颗药丸 转身便离开了 从此以后 白雪便留在了刘铁柱的身边 直至终老 值得一提的是 二人成亲一年之后 白雪便为刘铁柱生了一个男孩 这孩子从小便十分聪明 白雪他们二人觉得他聪明便把他送入了私塾 让他去读书 而这孩子也十分争气 年仅十八岁就考中了公明 众人都说 白雪和刘铁柱还真是有福气啊 白雪和刘铁柱历经千辛万苦 总算修成正果 铁柱为白雪放弃了合适的亲事 不惜对天发毒事 而白雪为了铁柱放弃了自己的修为 不光是这样 还舍弃了荣言 索性这二人 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幸福地度过了一辈子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心爱的人 不管前方有多少坎坷 都能够勇往直前 无所畏惧 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点赞 便较 说得 resent 感谢您的观看 有